海水慢过人行道冲到马路 成了小型瀑布 地面排水沟也变成喷水孔 倒灌的海水不断从孔洞里面冒出 期间渡船头海水高涨 周边的淹水一度淹到脚踝深 派风所远景也急忙移动 仅用机车避免泡水 在高雄期间渡轮码头这边 现在因为台风来袭 码头渡轮是暂时关闭 而在稍早满潮的时候 渡轮这边的码头因为海水倒灌 海水一度往淹过了路面 受到山陀儿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高雄的风雨渐强 渡轮全天停止 不过渡轮站周边二号早上七点左右 因为满潮骑机码头海水倒灌 由于下次满潮时间是晚上七点左右 也是气象预报山陀儿 接近南部陆地的时间 周边居民相当担心会导致海水倒灌 情况更严重 天空不断降雨 骑今中中路上同样淹水 马路遍水路 居民冒于涉水而过 机车骑士经过 渐起阵阵水花 骑今满潮总是酿成淹水情况 虽然周边居民都已经见怪不惯 不过正巧碰上台风来袭 难免担心造成更大灾害 华视新闻高雄综合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